嗨!我叫安 《寧靜王祭祀》系列呢 我大概會放個三到四集 那可能會有人會覺得說 《寧靜王祭祀》已經過了有點久的時間 然後也有其他YouTuber拍過了 為什麼我要堅持升這一個系列 因為我覺得其實 我當天去參加《寧靜王祭祀》的時候 其實我內心是有很多很想要分享的東西 例如說我會覺得它有點像是 台灣人推行漢服的年度總驗收的感覺 然後也同時表達了 我們對於先人的一些禮樂文化的一個尊崇 那雖然說這過程不一定真的很有趣 但我只是想提供我的視角給你們 然後或者是說還沒有入漢服坑的人 我想要做一個紀錄 然後留下我當年參加的樣子 然後跟我看到的東西 這一整個系列 就是我說了可能會拍三到四集嘛 不一定只有禮樂的或者是紀錄活動 那我後來還有請一個 負責算是制定高雄寧靜王祭祀的 這些禮樂的制度的祭祀過程 一個算是立定人嗎? 他就是有去考據啊 然後去復興這一整套的流程 他是藍士豪先生 那我就後來有跟他聊過啊 然後我就叫他好哥這樣子 那好哥大概有跟我拍了大概兩個小時的影片 那我會把它稍微做剪接這樣子 不過我在想我應該也會把就是完整檔放在網路上面 然後讓有興趣的人 然後可以多認識漢服在台灣的發展 然後跟這些復興漢服的人他們腦袋裡面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我也很多好奇 所以我就是有邀請老師來幫我們講解 那如果說你有覺得哪些老師是你在漢血裡面看到 你覺得我可以做訪問的人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然後我會盡量去幫大家敲時間 然後看有沒有辦法就是邀請這些老師來幫我們做講解 像是我們祭祀的時候有 還有補情禮啊 然後還有社禮啊 跟南館樂團的一些表演啊之類的 我希望我可以多拍影片 然後讓更多的人了解說 從零到有的這個過程到底是怎麼樣 雖然說雲宇集現在一定是一個團體 然後呢我只是經常在上面露面的人 但是呢事實上就是因為大家都比較忙的關係 所以目前剪啊跟拍啊都還是我為主 其他的夥伴應該是之後才會陸續加進來 那產出是真的比較慢一點 先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但是還是請大家就是可以的話就是訂閱我 喔這不只是就是我覺得 喔好像訂閱數長得很快啊 我很開心什麼的 但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要分享的一些東西 我希望大家都能看到 然後也希望我喜歡的文化可以感染到你 然後不要被意識形態綁架 然後就是人意義雲這樣子 就我覺得如果喜歡傳統文化的話 其實可以設法去保留他 而不是因為他跟你的政治立場不同 然後就完全去否定他這樣子 那服裝只是打載文化的一個載體 所以相信訂閱雲宇集的你 或者是已經看過雲宇集影片的你 你一定是對於傳統文化 或者是對於漢服有一點點的好奇 可能我沒有辦法解決你這些問題 但是我希望你們可以從看寧靜王祭祀這件事情呢 可以去有一些新的想法 然後跟我分享 然後跟在這邊聚集的袍子們分享 那這部影片大概就是這樣子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而已 那應該這部影片上的同時 第一支寧靜王祭祀的系列片就會上了 然後它是寧靜王祭祀的時候早上的祭祀儀式 那下午呢 我還會再剪另外一支片 就是有關於寧靜王祭祀的傳光遊戲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系列 那就是拍一支影片跟大家說明一下 大家掰掰